大家好,我是顾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佳能50 F1.2对比试码50 F1.4 Art 那先说一下这只镜头的优点 这只镜头的优点,首先呢,它是比较小,比较轻 然后它有一个防尘防雨滴的设计 所以试码这一点是不具备的 在恶劣环境下呢,可能你用这只镜头会更加适合一点 第二个,它的光圈比试码要大了三分之一级 那所以背景虚化理论上应该是更强的 再加上一点呢,在我的使用情况下感受下来说呢 它的进光量要比试码略微多出差不多三分之一级 也就是说呢,同样收到光圈F1.4 它的照片会比试码的照片,试码镜头拍的照片会稍微亮一点 那我感觉下来差不多是三分之一级 再加上它的光圈大三分之一级呢 所以在极度弱光的情况下呢 可能这只镜头会更有优势一点 因为它会差不多多近三分之二级的光圈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场景使用的 是稍微便宜一些 但这两个滤镜口径基本上都是标准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对焦声音可能会比试码的略微小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优点了 但是缺点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说到价格,它这只镜头的价格差不多是 试码F1.4ART价格的一倍 价格上来说就已经是很明显的差别了 但是呢,画质上来说呢 试码还是要比这只镜头要好很多 从锐度上来说呢 试码的中心锐度在光圈全开的情况下要比 51.2要好太多太多了 那哪怕是51.2收缩到F1.4的情况下呢 试码的锐度还是要比这只50L的锐度要好处太多太多 收缩一点点到F1.8的时候呢 这只镜头的锐度稍微有所提升有所改善 但是从边缘上来说呢 还是要比51.4ART要差很多 但是话说回来,作为我的使用情况来说 我是很少会把一只定焦收缩到F1.8或者F2.0 甚至更更小的光圈 因为对我来说,所有的定焦 它的优势就是光圈全开 我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不需要谨慎的情况下 我基本上都是要光圈全开使用的 所以如果一只镜头设计的是F1.2 但是它没有办法在F1.2的情况下有很好的表现 或者是达不到其他镜头的最基本的表现的话 我就觉得这不是一只好镜头 那好多人会说 锐度不是衡量一只镜头的唯一标准 我觉得是同意的 锐度绝对不是衡量一只镜头的唯一标准 但是呢 锐度可以说是衡量一只镜头的基本标准 如果你要打印的话呢 如果一只镜头是非常的非常的软的话 你打印的时候就会非常吃力 不仅打印不到你想要的尺寸 而且即使在小的尺寸上 跟那些锐度好的镜头相比呢 打印起来也是非常吃亏的 所以这只镜头在锐度上的表现 可以说跟司马的有很大的差距 我一直说如果你关注我的微博 你就知道我一直说 司马50ART是所有镜头里面锐度表现最好的 当然我没有用过蔡司的Odus那样的 特别昂贵的手动镜头 但我相信基本上 在所有的50这个焦段的镜头上来说 司马50ART的表现是最好的 那甚至于包含了其他的焦段来说 司马的50ART也是排得上好的 所以在锐度上来说 这只镜头的表现就非常吃亏了 尤其是在边缘 但即使在中心的话 收缩一点点 它的表现跟司马50ART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好 在对焦的速度来说 这支镜头也略微要比司马的慢一点点 司马的对焦速度不吃亏 但是司马的对焦精准度 一直是让大家比较害怕的 就是经常会跑焦 那我的50ART 在我的5D3和之前的6D上面使用 都没有出现过跑焦的情况 那我也在别人的5D4上使用的 也是没有跑焦的情况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1DX2上面 有时候会有比较严重的跑焦情况 那我可以排除是我个人人为操作失误的原因 因为跑焦的有时候还蛮频繁的 所以如果你要从更稳定上来说呢 50L可能会更好一点 好 另外一个就是重量了 50ART的话重量要比这个要重好多 然后不是那么的方便跟轻巧 但是画质上来说呢 真的要比这一支锐度要好很多 那从虚化上来说呢 理论上这支应该有更好的虚化跟更浅的景深 但是景深更浅是没错了 但是虚化 我不觉得这支镜头的虚化程度 比司马50ART要好多少 因为它的后面的虚化起来的那个光圈上面 洋葱圈在晚上的话洋葱圈还是蛮明显的 在白天的时候也没有感觉那个是很圆 反而我觉得司马的虚化会更好看一点 当然这个虚化来说完全是个人感受了 这是非常主观的 它不像锐度来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所以虚化来说可能有的人比较喜欢这支 有的人比较喜欢50ART那一支 所以这个只能作为参考用 但是从锐度上来说呢 这支镜头要有很大的劣势 好基本上呢如果你要我推荐这支镜头呢 我会觉得是比较难的 因为它的价格贵出了太多 然后它的锐度表现又比较的不那么让人满意 那唯一你如果要我推荐它的话 可能就是重量上面了 然后如果你的机身在司马镜头的情况下 使用司马镜头的情况下有跑焦的情况 那当然会用这支镜头 另外一个可能也是主要的吧 这个是全天候可以使用的 那会防尘防雨滴 所以如果在司马50ART上面呢 它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所以除开这几个因素来说 我基本上对所有人都会推荐 司马50ART 基本上是一个相当接近完美的镜头 好 这就是我的个人使用感受了 如果你对我的频道有兴趣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最主要的是可以帮我转发一下 然后关注我的微博 我微博名字叫悉尼顾俊 然后如果你有instagram的话 也可以在instagram上面关注我 会有更多更新的视频 请大家持续关注 好 谢谢这样 大家就 好 谢谢大家就这样 拜拜 拜拜